嗨 今天是首次戴近视镜出现的Giro 戴眼镜会让眼球变形 眼睛变小 鼻托还卡粉 戴市面上的妆教几乎都是微眼镜妆 今天就由我 一个近视500多度的人 来教大家脱掉美瞳 画一个实用好看的眼镜妆 我将从妆容和眼镜选择方面进行讲解 干货满满哦 首先是底妆部分 因为戴眼镜非常容易在鼻梁留下印子 所以要尽量减弱鼻梁部分的粉底 要做到一 底妆轻薄 控开鼻梁 基本上鼻梁也不怎么会有瑕疵 用全脸上完的鱼粉戴过鼻梁就可以 二 按压烘焙 在鼻梁处重点定妆 用海绵沾取少量的散粉 按压在鼻梁和太阳穴 而全脸则清扫定妆 这样戴眼镜一整天也不会留下印子 清澈有效 接着是眉毛的部分 因为戴眼镜有截断眉眼的效果 视觉上脸型会变短甚至是挡住眉毛 所以眉毛可以稍微画高拉长一些 避免遮挡 而且尽量选择自然的弧形 粗细可以根据眉型还有眼镜的边框来决定 一定记得不要画一字眉 紧接着就是最重要的眼妆部分 戴眼镜最困扰的就是眼睛变小 两眼变宽 眼球突出 首先利用哑光深色改变视觉误差 亮片眼影会让眼秃的问题更明显 所以要选择哑光眼影 这里分享一个新的眼影画法 横向和纵向扩大眼影的范围 超过眼窝还有眼尾 接着用深棕色叠加在眼中的部分 以Z字形从中间往后晕染自然 那这一步就可以大大解决眼球突的问题 下眼影加深在眼球下方戴过眼尾 握材无论是有没有戴眼镜 它绝对都是一个放大双眼的力气 这样戴上眼镜 眼镜就会是一个正常的比例 接着就是眼线了 因为视觉误差眼线透过眼镜会变得比较细比较短 所以呢我们要把眼线加粗加长 稍微上扬增加存在感 眼妆的最后是睫毛 戴眼镜刷睫毛膏容易顶到镜片 所以呢睫毛的重点就是夹翘 之前我出过睫毛干货视频 忘记的小姐妹可以去复习一下 睫毛膏选择浓命款 只刷在睫毛的根部增加睫毛的存在感 眼妆换完即使戴着眼镜也是炯炯有神的戴眼睛 修容真的是拯救眼镜脸的一大法宝 把修容上在眉头还有眉毛鼻梁衔接的地方 拉近两眼的距离 戴眼镜的话呢会遮挡鼻梁 让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鼻头 看起来会比原来的大N倍 用扁平刷在鼻头还有鼻翼两侧画阴影 再用松散的晕染刷晕染自然 可以避免鼻头的卡粉 鼻子线条修饰出来就更加精致了 脸部修容不要修在颧骨下方 而是要修在颧骨上 关于修容我也出过很详细的修容教程 可以去复习复习 再用雅光高光提亮苹果肌 以及戴眼镜造成视觉误差凹陷的太阳穴 修容完成就可以摆脱难看的眼镜脸 腮红就比较简单了 上在眼尾垂直的下方 不要超过颧骨 而且呢要在鼻梁的上面 这个地方呢既不会被遮挡到 还有修饰脸型的作用 最后涂上和腮红同色系的唇膏 保持妆面的整体性 这样呢妆面看起来就非常干净啦 最后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眼镜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明星作为范例 圆脸适合细框的多边形偏方形 增加脸部的线条感 长脸适合粗框的偏圆形 柔和脸部的线条 方脸适合细框或者偏圆的大镜框 遮挡柔化脸部线条 灵形脸适合细框半透明框 形状偏圆 遮挡颧骨修饰脸型 如果你是鹅蛋脸 那么恭喜你 怎么戴都好看啦 好啦整个妆面就完成啦 这个妆面呢我研究了好久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我 转发评论点赞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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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